但是你跟长沙是有不解之缘的 因为那个环珠哥哥啊 我们每年过暑假 对对对对对 伴随着我们成长 每到暑假都被打回云星 我小时候看那句话长大看那句 对不一样 后期看那些就是评论啊 对我们那个戏的解读完全不一样 你们眼神没感觉是吗 那时候我们大家也都小啊 对对对对 有意思 那时候比较单纯 没有这么多那些想法 完全不同的解读 我就喜欢演话剧 就是一下就全部就就一次过 就是我内心觉得很爽 嗯 然后演戏我就会觉得啊一个镜头 情绪了断掉那种感觉 我还看过你的一双绣花鞋 谢谢你啊 你演挺好的我觉得啊 真的啊 我看了一个片段 我真的不骗你 我觉得你台词各方面 在我惊到了 真的很好演的 没有啦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 还没有做过 专业演员 没有主持 没有主持 但是我以前真的是 是 是演戏的 你是演员出身的 我学的是表演 以前 嗯嗯嗯嗯 演员有看出 哈哈哈 那个片段 你的那个爆发力 我就感觉出来了 但是呢 但是呢 自从做了综艺以后 大家了解我的性格以后 再去看那个吧 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看我非常严肃的去 很苦情的演员 就会觉得 觉得很好笑 嗯嗯 因为大家觉得你是快乐的 对 咱 86 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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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ues 咱 咱 咱